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R33玩笑 我们接下来讲的精简班内容啊 是我们教材当中的最后一部分 法律部分 那么法律部分呢 从教材的第26章到第30章 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第26章 法的一般原理相关知识 这一章呢总共是有四节 第一节呢 我们要介绍法的概念 本质及其它的六个方面的特征 那我们要知道法呢 它其实是随着国家阶级的意志而产生的 那么它是具有阶级性的 所以法的产生跟私有制 跟国家的意志 尤其呢 它受到我们物质条件的约束而产生 这是我们第一节里面的相关知识点 那么第二节呢 是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 集体分类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啊 我们主要要了解 法的最基本的细胞 就是我们的法律规则 而这个法律规则怎么来表现呢 就通过法律条文 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去了解法律规则的一些构成 集体分类 那么第三节呢 是法的制定和法律解释 这一节是我们这一章最为重要的内容 也是呢 几乎每一年都要出考题的 那么包括从法的制定 也就是我们的立法 三个阶段 就立法程序的三个阶段 到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 我们有三个内容 然后呢 再涉及到法律解释 我们有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 行政解释 那么立法解释呢 当然层次是最高的 最后一节呢 是法的功能和效力 功能其实就是作用了 那么作用呢 主要是两大块 主要是两大块 一个是规范作用 五个方面 和社会作用 两个方面 那么法的效力呢 那么当然是涉及到 我们的时间效力 空间效力和对象效力 那么也涉及到呢 我们法的数据力的问题 所以这一节啊 它其实知识点也不多 总共呢 17个知识点 分布到我们的四节里面 那么晚年的这个考试情况 来看的话呢 分值呢 一般也不高 15年分值稍微多一点 有五分 去年呢 只有两分的分值 而这一张在法律部分里面 一般有三分到四分呢 是很正常的 去年分值啊 还是偏低 好 接下来我们看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法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如何对法经定义 法的产生呢 实际上我们是要跟 私有制阶级和国家 这三个概念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要有私有制的产生 于是就有了法 因为法的目的呢 它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的 而统治阶级是作为国家 意志 就利用国家的手段 强制来执行 反映它的意志的 于是它就要制定法 所以呢 这三个是法呢 产生过程当中啊 的半水平 它要随着这三个 都产生而产生 那么另外那个法呢 它根据人类历史发展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发展的 五个经济制度 有这个原始社会 到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封建社会 由于它没有私有制 因此呢 它是没有法代 那么后面是有相应的法 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呢 我们讲它也有法 只不过这个法是建立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而产生的法 前面三种 我们的这个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法 那么这就是法的产生 那么法的定义呢 我们这样对它定义 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因此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单线选择题 法呢 它最终 还是由物质生活条件 也就是我们的物质条件 来决定 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 就会有相应的什么样的法 其实这句话就验证了我们 第一部分 经济学基础里面所讲过的 叫做 经济基础 决定 上层建筑 因为法 它其实是一种上层建筑 而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它其实是一种经济基础 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由国家制定认可 并且呢 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的 所以法呢 一旦制定出来 那么每个人都得要遵守 它由强制力进行保证 以维护巩固和发展 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为目的 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 那这就是法的概念 所以从这个法的概念当中 我们要注意几个蓝色的字体 其实都是可以挖空出单项选择题的 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实际上考的呢 当然就是法的概念 这个法的概念 最终呢 问你法决定于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法是上层建筑 它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答案呢 是选A 答案选A 好 我们再来看 法的本质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呢 它一定是有阶级性的 一定是有阶级性 也就意味着 它是统治阶级来制定的 用于规范社会行为 达到统治阶级意志目的的 一种方式和手段 所以法是具有阶级性 另外呢 法具有国家意志性 因为它是由国家来制定 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 另外呢 它又有物质积约性 因为什么样的物质条件 就会有相对应的法 你比如说像封建社会 那种物质生活条件 那么对应的呢 是封建社会的相应的法 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人的一些观念 我们来看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 人们所制定的那些法律 可能是不太好理解的 因为你现在的生活条件 和以前的生活条件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条件 就决定了就有什么样的法 这就是法的本质 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记住 皆知性 国家意志性 和物质制约性 三个方面 我们再来看法的特征 法的特征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本质和定义的详细化 法的特征 我们这里列了有六个方面 第一 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 我们在讲法的定义的时候 就说了 是吧 中间有了那么多定义 最后我们讲 法 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体系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 我们说一个社会啊 一般规范人们的行为 影响人们的思想 最重要的 其实是两个 一个就是通过法 第二个呢 就通过道德 这不法呢 它是具有强制力执行 而道德呢 它是非强制的 那么第二呢 法是由国家 也就是统治阶级 来制定和认可的 第三 法是以规定权力和义务 为内容的 我们后面讲到各种各样的法 涉及到的 我们法律关系 都是各种权力义务关系 所以这就是法的主要内容 第四 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所以一旦法颁布实施 在这个国家区域内 任何一个人都得要去遵守它 第五 在国家权力管辖范围内 普遍有效 因此 它具有普遍性 第六 具有严格的程序 规定 我们从立法 到执法 到产生的法律后果 都是要有严格的规定 按照程序 来执行法律 遵守法律 所以这是法的六个特征 我们来做这一道题目 有关法的特征 说法错误的是 A 法是由统治阶级制定和认可的 这是对的 B 法以权力义务关系为内容 这当然是对的 我们后面说了 讲到任何法呢 其实法律的条款 和我们的法律的规则 都是规定的 一系列的权力义务关系 C 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那么错呢 就是在于D了 D呢 它说法不具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当然就错了 所以答案选D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 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呢 我们把它称为叫法的 最基本的细胞 它是指啊 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关于人们行为或活动的 命令 允许和禁止的一种规范 那么这种规范呢 就称之为叫 法律规则 实际上我们任何一部法 或者说任何一部法律 它所表现出来的 是我们一系列这些文字 而这些文字呢 其实都是对人们行为或活动的一种命令 允许和禁止 因此我们称 法律规则是构成 法的最基本的细胞 这就是法律规则的定义 请大家务必掌握 那么法律规则呢 它实际上又有三个部分来组成 一个部分叫假定条件 第二部分叫行为模式 第三叫法律后果 这什么意思呢 假定条件 它包括适用条件和主体行为条件 也就是说 这个法 它到底适用于哪些范围 这个是要有规定的 你比如说婚姻法 那么你都没有结婚 那你很明显 你是不适用于这个法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你都三十岁了 你说我又根据这个法 我要怎么怎么样 那很明显 你的相应的假定条件 是不满足的 那么行为模式呢 分为可为模式 因为模式和物为模式 在我们的法律规则里面 如果涉及到是可为模式 也就是说 这个法律规则规定了 你什么事情可以去做 因此呢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授权模式 那么如果是因为模式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法律规则当中 明确写到了 你应该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如果你不做 就是违法 因此也称之为叫义务模式 那么如果涉及到物为模式呢 那当然就最简单了 明确规定 哪些事情你不可以做 做了就违法 因此我们这里的行为模式 就是三种 可为模式 因为模式 和物为模式 而法律后果 是两种 一种是肯定的后果 一种是否定的后果 肯定的后果呢 那当然是对 你做出的行为 或者说没有做出的行为 给予肯定 给予表战 而否定的后果呢 那当然就不好了 涉及到有各种处罚了 所以我们的法律规则啊 一个法律规则 就是由这三个部分来组成 首先要有假定条件 然后是行为模式 然后呢 是法律后果 好了 那么这三个构成 怎么来表现呢 因为我们说法律规则 它只是一种 人们行为的命令 的一种体现 一种规范 那么通过这三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把它 搬到 能够让 具有普遍性的 全国人民都能看得懂 都能按照这个法的规定 来执行呢 于是 我们就要有 法律条文 就要有法律条文 法律规则 它是法律条文的内容 而法律条文呢 是法律规则的 表现形式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一步一步的法律 我们具体表现形式 其实就是一些文字 而这些文字 就是我们的 法律条文 那么并不是所有的 法律条文 都直接规定了 法律规则 也不是每一个 法律条文 都完整的 表述了一个 或 只表述一个 法律规则 也就意味着 我们有的法律规则 你可能通过一个法律呢 一部法律 它没办法完全表述 通过一条 法律条文 它表述不清楚 但是也有可能 一条法律规则 它可能说 描述的 有两到三个法律规则 都在这里面 所以呢 它不能一一对应的关系 是没办法做到一一对应的 我们来看 17年和15年 都考到了 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关于法律规则 和法律条文的关系 说法正确的是 A 法律条文 是法律规则的内容 那么 这句话呢 当然 是错了 因为它说反了 法律规则 是法律条文的内容 B 法律条文 需要直接规定 法律规则 这当然也是错了 是没办法直接规定的 C呢 法律条文 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 C就是对的 那么第一错在哪 它说只表述一个法律规则 有可能 一个法律条文 能表述两到三个 法律规则 但也有可能呢 一个法律规则 它需要在两个 甚至以上的 法律条文上面 才能表述清楚 所以D呢 它是错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关于法律规则的分类 法律规则啊 分类标准不同 它有不同的分类 按照规则的内容不同 我们可以 把法律规则 分成授权性规则 和业务性规则 其实这个内容不同 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模式不同 你看 如果分成授权性规则的话 它其实就是这个法律规则 已经给你授权 哪些事情你可以干 所以也称之为叫可为模式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行为模式 如果是义务性规则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法律规则 规定了 你哪些事情必须去干 你不干 你就违法 那么这就是一种 因为模式 或者也称之为叫 义务模式 是不是 我们才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授权性规则 还是义务性规则 它其实都是一种行为模式 那么按照规则内容的 确定性程度不同呢 我们又可以分为 确定性规则 委任性规则 和准用性规则 这三种规则 它其实是按照 确定程度 由强到弱来划分的 如果是确定性规则 在这个法律规则里面 已经明确规定了 就写得很清楚了 你就这样去做 或者说 你就不能这样去做 那么如果是委任性规则呢 它会写这么一句话 说哪个哪个事情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参照 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参照的那些东西 没有写 这个时候会告诉你委任 比如说哪一个具体的行政机关 到时候还会出细则 根据那个细则来执行 这就是委任性的规则 那么准用性规则 它连你干什么事情 它都不写 只是就这个领域 告诉你 你应该去参照 什么什么规则 什么什么细则 什么什么制度 因此 我们就可以看到 根据规则内容 确定程度不同 确定性规则 是最明确的 最确定的 委任性规则呢 其次 那么准用性规则 是最缥缈的 是最不确定 按照规则 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 程度不同呢 我们又可以分成 强制性的 和任意性的 那很明显 强制性规则 那就有规定 你必须要去做 任意性的呢 那可能还有删却 你们人们呢 要自主决定 好 我们看这一题 是按照规则内容的不同 进行的分类 法律规则 当然是包括 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种分类 分成委任性 这个授权性的 和义务性的 答案呢 是D和E 这两个选项 再谈这一题 按照法律规则内容的不同 可以将法律规则 分成义务性 而这一题 其实跟上一题怎么样 是有重复了 是义务性 和授权性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是选C 授权性规则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呢 就是关于法的制定 以及法律解释了 是我们这一章 最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法的制定 法的制定 其实就是立法 那么它是指国家机关啊 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 创制 认可 修改 废制 这些都是操作的行为 法律和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活动 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 把自己的意志 上升为国家意志的 这种活动 管业的立法呢 指法定国家机关 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那么我们国家立法体制 是在宪法基础之上 宪法基础是我们基本大法 统一的一元化立法 它虽然是一元化 但是呢 它可以是多层次 分成了有中央和地方 两个层次 但立法机关呢 是人民代表大会 是人民代表大会 那么中央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地方呢 当然有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立法程序 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 这个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废除法律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程序 和步骤 那么我们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 当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产务委员会 一定要注意 有的是产务委员会就可以了 有的呢 必须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才可以 其立法程序 一般包括三个阶段 就是一部法律 它整个立法程序 首先呢 是准备阶段 首先是准备阶段 这个准备阶段又包括 立法预测 立法规划的制定 立法草案的拟定和论证 这三个阶段 这都是立法准备阶段 然后接着第二个阶段呢 是法的形成和法的确立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最核心的 也就是我们法的颁布和 创制的最核心的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 就是法律完备阶段 一个法颁布实施以后 可能后面还要不断的修订 我们有的法很早就颁布了 但是不断的修订 不断的修订 这个阶段呢 是很长的 所以完备阶段呢 是后面的一个补充阶段 那我们再来看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 所谓规范性法律文件呢 它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各种法律法规 怎么样 让它更加规范系统化 系统化 那么一般呢 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法律清理 第二个就是法律汇编 第三个就是法律编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这个法呀 因为它一旦颁布 实施 它就生效 它就对我们各种行为规范呢 起作用 所以这些法 如果你不清理的话 你的新的法律 你就不能形成 所以有些法明显已经过时 你就必须要去清理它 因为社会在变嘛 环境在变 那么还有法律的汇编 法一旦多了以后 我们需要呢 对法进行整理 进行汇编 以及法律的编撰 也就是我们有的法已经过时了 那你得要有新的法出来 对不对 更加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法 比如说制造假药这个问题 那么虽然呢 有的法上面对这一块是有明确规定 但是很明显处罚力度呢 是很有限的 还有比如说涉及了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国家18年开始 环境保护化 开始执行 但在此之前呢 实际上这一方面的法呢 它虽然是以条例 或者是以其他的规定的形式在执行 但是呢 它没有上升到法律这种高度 所以我们要有相应的法律的编撰 那么这三者之间啊 是有关系的 法律清理 是法律汇编和编撰的前提和基础 所以法律清理是基础 那么法律清理和法律汇编呢 又是法律编撰的重要条件和阶段 你不把清理掉 不把它汇编出来 那么如何来编撰新的呢 所以它是重要条件和阶段 而法律编撰呢 因为以后的法律清理和汇编 提供了新的对象和条件 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是很明显的 好 我们来看16年这道题 这道题其实考的 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 它的系统化的三个方面 分别是法律汇编 法律编撰和法律清理 答案呢 是BDE 再看什么叫法律解释 所谓法律解释 它指一定的解释主体 根据法律权限和程序 按一定标准和原则 对法律含义和所使用的概念 数语经说明 那么我们国家 做法律解释呢 实际上是有三个层次的 那么这三个层次 是按照解释主体的不同 分为立法解释 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立法解释 那说明是由什么 立法主体来解释 我们国家的立法主体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所以立法解释权 归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它的解释 跟法律 是同等效力 是同等效力的 那么行政解释呢 它是由国家行政机关 来做出的解释 当然它做出解释的 解释权是有限的 它只能针对于 自己所涉及或监管的范围 的法律做出解释 那么司法解释呢 是国家最高的司法机关 来就司法工作中 具体应用法律问题 做出的解释 所以呢 这是主体的不同 分成了三个层次 很明显立法解释层次呢 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看 2014年这道题目 根据解释主体不同 法律解释 当然分成立法解释 行政解释和 司法解释 答案是 A C E 那么不同法律解释 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在这里 文字形式再描述一下 立法解释 层次肯定是最高 它是行政解释 和司法解释的基础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那么立法解释 它的解释就等同于法律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来负责解释 那么效率是 是最高的 其他国家机关 对法律的解释 效率是低于 立法解释的 因此呢 我们的行政解释 司法解释 如果与立法解释 有冲突的 那肯定是以立法解释 为准 司法解释呢 它又包括两种 一个是审判解释 一个是检查解释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负责审判的是什么 人民法院嘛 对不对 所以人民法院 它对于 审判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 这个涉及到的 法律问题 它可以做解释 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 做相应的审判解释 而检查解释呢 那当然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 做的解释 那么就有这两种 这两种都称之为 叫司法解释 那么 当二者解释 有原则性分歧的时候 就要报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来做 相应的立法解释 两者之间 有分歧 这种情况是有的 是有的 这个时候肯定呢 有全国的 最高权力机构 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来负责解释 好 我们看这一题 15年17年 都考到的 它考到知识点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么关于 司法解释 当中的 审判解释 和检查解释 二者有冲突的时候 那么 由立法解释 也就是 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来负责解释 再看这一题 关于单代中国法律解释的说法 不正确的是 A 我国的立法解释 是一元多层次的 这是对的 一元 是由宪法 为基础的 那么多层次呢 包括中央 地方 两个层次 B 审判 和检查解释 有原则性分歧的时候 报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解释和决定 这当然是对的 C 立法解释 行政解释 司法解释 就有同等效率 怎么样 答案错了 答案就选C 立法解释层次最高 它跟法律 就有等同作用 就有等同作用 所以C就错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 第四节 关于 法的功能 和效力 法的功能呢 其实指的也就是 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 有两大类 一类叫做规范作用 一类呢 叫做社会作用 规范作用 有五种 分别是指引 评价 教育 预测 强制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谓的指引作用 指的就是 法律这个东西啊 它一旦形成 对于后面人们的这种行为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的 比如说 法律规则里面明确讲了 哪些东西你不应该做 那么这样人们的行为 涉及到这一块 就不能去做 对吧 那么有些是 一位模式 也就是一位模式的 规定了 这个事情是你的义务 你必须要做 你不做就违法 于是就指引了人们 应该去做 那么另外呢 还有评价功能 所以你看我们的社会的道德 或者人们的思维观点上面 其实也起到了一种评价 你看那个人违法了 在哪方面违法的 在这方面 所以他违法了 我们对这个人 或者说对这种行为的评价 就肯定是降低了 所以他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 另外呢 对后期的年轻人 是有一定的教育作用 另外还有预测 就是人们根据这个法 他可以事先估计到 自己的某种行为 给自己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果 因为我们讲了嘛 法律规则 它有三个要素嘛 是不是 其中第三个就是法律后果嘛 那么如果这个法的规则上面 条文上面明确写到了 有哪一些不好的后果 那我是不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 做一个预测 那么还有就是强制作用 就强制要求哪些行为可以做 去把它做掉 所以这五种规范的作用呢 是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法的社会作用呢 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 这个没问题 所以我们说依法治国 其实都是我们国家 无产阶级统治 这个国家 的一种意志 那为了更好的管理这个国家 那么第二呢 它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 存在的作用 是吧 我们一个社会要运转啊 那么有一些公共事务 必须要通过法 来对它进行明确 不然我们说 怎么执行公共事务呢 你没有依据啊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呢 实际上考核的 就是我们法的规范作用 五个方面 单中的一个 考它的定义 那么这个提案当中 很明显 我们找关键词 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 事先估计到 单事人双方将如何行为 或行为后的法律后果 从而对自己的行为 做出合理的安排 比如说两个人 已经吵得很厉害了 那开始要打架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把一本法律 往两个人中间一摆 两个人可能就不打了 对吧 因为它可以事先估计到 自己的行为 产生了法律后果 那么这就是一种 什么作用呢 当然是一种预测作用 人们就可以预测到 自己这种行为 做了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答案选C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这一块 它其实指的就是 法的约束力 指人们应当按法律规定的 行为模式来行为 必须予以服从的 一种法律效力 一般而言 来自于制定它的合理程序 和国家的强制力 这是法的效力呢 的来源 来自于这两块 那么法的效力呢 这一块 还有一个效力范围的问题 一般 法的效力范围 通常有 时间效力 就是说在什么时间有效 我们通常 对法进行颁布的时候 说 近日颁不起 生效 后面有个日期 或者说 2018年1月1号 开始生效 这就是一个时间效力嘛 对不对 但是也有的呢 时间效力呢 它会规定 自某个事件 产生开始生效 然后在这个事件 这个消失 于是失效 这也是时间效力 那么还有就是空间效力了 就是你是在 什么一个领域 空间领域有效 以及对什么人有效 这就是我们讲的 对象效力 分成这三种 那么空间效力呢 是适用于什么地域范围 一般呢 一国法律 适用于该国主权范围 所涉及的全部领域 只要属于你这个国家主权的 都是包括领土 领水 地土 领空 都是的 所以我们这里有时候会想到 我们知道两个国家建交 互设领事馆 而领事馆里面 你不能随便乱动的 因为领事馆呢 实际上设在中国的 这种他国的领事馆 它其实呢 主权呢 是什么 主权范围是归属他国的 那么中国在他国设的领事馆呢 也是一样 主权是归属中国的 因此 像本国驻外的使馆 那么适用于本国法律的 还有 在外的船舶飞机 适用于本国法律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懂懂 法的实践效率包括 生效时间 什么实践生效 法律终止生效的时间 以及法的数据力问题 法的数据力 就可以数据到前面 还是涉及到哪个时间 这些东西都要有 我们来看 这一题 根据法的空间效率规则 下列地点中 案件适用于 我们国家法律的 那当然是 你看 只要是我们国家 主权范围内的空间的 都是 停靠在青岛的美国货轮 那怎么样 是他国的轮船 那当然 属于他国法律范围 停泊在香港的英国货轮 那么A跟B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目 它做起来 肯定是有技巧的 A跟B性质是一样 因此 如果A选了 那B肯定也得选 这又是单选题 所以A B你可以同时排除 那么C 我国领空飞行的 法国客机 是不是ABC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都是在中国境内的 他国的轮船或飞机 只有D 是我们要选的答案 我们国家的飞机 轮船 到其他国家去 那么在我国飞机轮船上面 所发生的事情 适用于中国法律 那么还有包括我们国家领事馆 也是一样的 它是属于我国的领土 主权 再看这一题 根据法的空间效率 效率地点 属于我国法律 适用的范围 其实考核的知识点 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停靠在中国港口的 外国货轮不行 降落外国机场的 中国飞机 中国驻外使馆 公海航行的 中国客轮 这都是要选的 所以这一题答案呢 是B C E 好 我们再来看 法的对象效率 对象效率呢 实际上就是 对人的效率的原则 也就意味着 哪些情况 对人要适用法律呢 一般有这四种 一个是属人原则 就是说 只要是我们国家的人 不管他到哪 都归我们国家来管 还有就是属地原则 属地主义 那当然就是 以我们国家的领空 就领地为主 还有保护主义 就不管这个人在哪 或者土地在哪 反正都适用于 我们国家法律 那么我国真正用的呢 是以属地主义为主 属人主义 保护主义相结合 这么一个原则 实际上也就这个原则呢 才最好执行 因为首先你要在 中国的属地 然后呢 再与这两个相结合 中国法律呢 才能适用 你说我就是要用 保护主义 用属人主义 但是人又不在你这地方 有时候你不好执行 只有第四种呢 是具有可执行性的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于法对人的效力 说法正确的 A 根据我国法律 法对人的效力 采用的原则 是属地为主 属人和保护主义相结合 这答案是对的 答案就选A了 那么BCD错在哪 那么答案B就错了 采用的不是属人原则 C呢 它说境外的中国公民 不受中国法律保护 这当然错了 我们就要属地为主 但是也属人主义要结合 对不对 D它说外国人在中国里 对中国公民犯罪不适合 那更加不对了 所以答案选A 好了 那么我们的第26章 法的一般原理呢 就讲到这里了 那我们简单回忆一下 这一章总共是四节内容 第一节呢 是法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我们要知道产生呢 是跟私有制 阶级 国家概念 产生而产生的 那么另外呢 法的特征呢 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阶级意志性啊 物质制约性啊等等 那么法的特征呢 有六个啊 有六个 那么第二节呢 是法的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 及分类 那么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法律规则 它是法的最基本的细胞 那么同时呢 有三个部分来组成 我们要有相应的假设条件 也有行为模式 我们还要有法律后果 对吧 那么法律规则跟法律条文呢 是有相应关系的 它呢 是它的基础内容 法律条文呢 又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 但是没有哪一条法律 也就是说法律条文呢 它有可能反映的是多个规则 但有可能是多个法律规则呢 法律条文来反映一条法律规则 这都可能 那么法律规则按不同标准 有不同的分类 按照内容不同 我们有义务性的 有授权性的 对吧 我们还可以按照确定性程度不同 按照制约程度不同 等等 那么第三节呢 就法的制定 涉及到立法问题 立法问题 立法是有三个阶段的 从法的准备到最后呢 法的完备 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呢 三个方面 法律编撰 清理 汇编 还有法律解释 那么法律解释呢 有三个层次 从立法解释 行政解释 到司法解释 立法解释层次最高 所以他们之间关系啊 立法解释层次最高 司法解释当中的审判解释和检查解释 如果有原则性分歧的时候 要报请立法解释来进行解释 也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来负责解释 那么最后一节呢 就是法的功能作用 那么法的功能作用呢 那么主要来自于两类 一类是规范作用 五个方面 一个是社会作用 两个方面 法的效力呢 法的效力 当然是来自于 它制定的程序 和国家的强制力 法有三种效力范围 三种效力范围 时间 空间 还有对象 那么对于对象效力 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 是以属地为主 属人和保护主义 相结合 这么一个原则 好了 我们第26章 就讲解到这里 再见